再把镜头转到台中县大甲镇的海边 这里有一种特有的环文革 是经济价值非常高的贝类 它的价格比一般文革贵了将近十倍 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经济来源 不过这几年以来 环文革的产量大幅减少 居民怀疑是附近的活力发电厂 还有工业区污染 并且改变了海域生态 将石头翻开 拿着挖掘的工具 在海岸边的阮石区 寻找台中大甲附近海域特有的环文革 环文革地方居民俗称为恰翠亚 生长在朝鲜带的石头缝中 是附近居民的经济来源 体积虽然比一般的文革小 但肉厚枝田 价格也比文革高了将近十倍 每台金的售价约200元 不过近几年来产量锐减 当地的民众 众说由于通宵火力发电厂 延长海域的使用 流沙往南堆积覆盖黄文革的棲息地 加上幼氏工业区排放污水 造成海水污染 使得生态环境饱受威胁 目前黄文革仍然是野生放养 数量有限 加上环境污染 产量几乎锐减 当地的渔民希望政府重视海洋生态 和人民生计 在附近海域的阮石区 进行黄文革的富裕计划 期望恢复往日的生态景观 记者台中报道